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墨金 真山谷無雙系列 除了爽快的打擊感之外 想必還有許多人 是衝著性感又可愛的女將們 來玩的吧 這次電玩宅蘇珮的TOP10 就要不負責任測試 前十名最會尖叫的女將 當然就要請最紳士的黃蓋先生 為我們來介紹囉 跟這次電玩宅蘇珮 趕快來猜猜看有哪些女將上榜了吧 王毅 於六代首次出場的王毅 被設定為復仇的妖花 為了斬殺馬超而加入衛軍 記載中也的確擊退過馬超 不知道是否因為含著怨恨 因此被擊退的叫喊也格外大聲呢 王毅基 據說八歲就能熟讀詩巾的王毅基 十五歲就嫁給司馬昭 聚乳 仁妻 金髮等屬性 讓她自六代出場後 仁妻就居高不下 甚至連叫聲都讓人難以忽視 以83.7分貝排名第九 孫上香 孫上香可是從第一代就開始出來走跳了 而最受大家矚目的 當然就是與劉備的正式婚姻 甚至還離開東吳 在白帝城陪劉備直到最後 身為大學姐 當然也要用力猴一下啦 這一次在尖叫排行榜中排名第八 真祕 本來是元少之子元希的妻子 但所謂橫刀奪愛才是愛 後來跟在潮丕身邊貴為皇后 這一代真祕雖然不拿嫡子 但是依舊性感 加上有元妻屬性加持 叫聲果然豪放 摔起來分貝高達85.2 新彩 四代開始出現的張飛之女新彩 其實官方一開始用青梅竹馬的設定 讓她跟關屏送作堆 不過到了現在 已經比照史實 讓新彩成為無時無刻服侍在阿斗身邊 真想問問關屏現在作何感想 不過有無口屬性的她 叫起來也格外用力 以85.5分貝獲得第六名 關營屏 黑長髮又帶一點天然呆 讓關營屏成為許多人心目中 最想成為女朋友的武將 孫全還一度向關羽提議 把女兒嫁過去當兒媳婦 卻被 五女焉能嫁全子的霸氣理由拒絕 從這次排名第五的叫聲看起來 嗯 的確頗有母老虎的架勢啊 張春華 對王元姬疼愛有加 而且擅長用肉包擄獲人心的張春華 似乎對管教丈夫也很有一套 把司馬懿管得服服貼貼的 雖然時常掛著笑臉 但把她惹怒可是很恐怖的 大概因為這樣 所以被擊敗的叫聲特別大聲吧 練師 練師 名字如果打錯字 節目就會變成限制級的練師 雖然貴為吳國孫全皇后 但劇情戲份其實不多 或許製作組想到這一點 所以才把練師設定成大胸部嗎 而且不只胸圍 連叫聲都在爭取存在感 這次測到88點 成為前三名 新獻鷹 八代首次出現 就憑著叫聲登上第二名的新獻鷹 雖然玩家們對她不算熟悉 但可是位能夠精準判斷時事的女性 就曾經看破中會攻打楚國後必定造反 這代初次與大家共同 被用個紅亮的叫聲來打招呼吧 祝龍 你猜中了嗎 第一名就是以狂野著稱的祝龍 有這樣的結果大家應該都不太意外吧 曾經擊敗蜀國兩名大將 不論生理或心理都有不輸給丈夫夢獲的條件 將近90分貝的叫聲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一次用客難的方式幫大家測試了女將尖叫聲 那些比較溫柔的女將就難免成為遺君之憾 但如果你還沒玩過 想聽聽其他人的叫聲 就趕快去拜一塊回家自己玩玩看吧 今天的電玩材術配Top10主題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